有一些粉瘤它沒有開口 所以擠的時候 因為外力擠壓太大力的時候 會把它擠破 破掉之後 裡面的內容物 就是一些角質 這些東西釋放出來 接觸到我們的組織的話 就會引起所謂的發炎反應 粉瘤是非常常見的一種皮膚的腫瘤 它是一個瘤 所以通常大小會比較大一點點 0.5公分以上 那豆豆粉刺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小的 比如說粉刺有分黑頭粉刺跟白頭粉刺 粉刺形成原因是因為皮脂線分泌比較旺盛 包括還有一些清潔的因素 那整體來說怎麼分辨呢 我們可以看 像這個是一個表面上有凸起來的 它是一個瘤 所以它是粉瘤 那粉刺呢 常見於出油的肌膚 像這個 它上面有發炎的豆豆 也有黑頭粉刺 其實髒粉瘤是一種體質 它跟很多的因素當然都有關係 很少說粉刺變成粉瘤 粉瘤的原因呢 它通常有這種遺傳的病史 還有就是 它如果是一個比較油性的肌膚 可能會比較容易長粉瘤 粉瘤呢 它很少是惡性的 那通常皮膚出現一個腫塊 如果沒什麼症狀 我們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不理它 讓它慢慢的或許有在長大 第二個就是說 要去看醫師 良性跟惡性的判斷呢 必須要有專業的醫師呢 來幫你做一個判斷 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說有什麼可以自己在家裡注意的 惡性腫瘤 通常可能長的速度會很快 比較容易流血 有時候一碰就流血 它如果有出現傷口 這個傷口通常不太會好 有超過一兩個月都沒有好的傷口 那一定要注意 要去看醫師 因為有可能是惡性的 但如果就粉瘤這個項目來講 它其實很少是惡性的 它頂多就是因為長比較大 撐破了那個男 有時候會發炎 會痛 流糖流水流膿 會有這樣子的現象 但是通常粉瘤很少是惡性的 好像並沒有說男性會比較容易長 比較油性肌膚的人 皮脂腺分泌比較旺盛的人 好像比較容易長 因為這些皮脂腺啊 角質啊 我們在皮膚在製造的過程裡面 一旦受到阻塞 它沒有辦法有一個很好的管道 可以排掉的話 有可能會在皮膚裡面呢 累積形成一個腫塊 各個部位都會長 我們做手術非常非常多 身體各個部位其實都會長 但是在皮脂腺比較旺盛的地方 比較容易一些 比如說在臉部的話呢 就是頭皮裡面啦 體質部位啦 下額線這邊 身體呢 就是在前胸後背啦 這些都是屬於比較常見的位置 它有沒有什麼好發的事情 就是可能某個階段比較容易會 粉瘤啊 其實在年輕啊 老啊 都有 這種腫瘤相當的常見 甚至每一個人在身上摸 或去找 都有機會會找到一兩顆 只是它比較小 還不是這麼的明顯 所以其實粉瘤呢 算是最常見的一種皮膚腫瘤 人的一輩子呢 有時候長得一兩顆都很症狀 除非就是它一直長大 出現一些壓迫的症狀 或者是因為長大 它發炎了 要不然其實對生活 並沒有太大的影響 那粉瘤啊 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它有時候會有一個開口 我們有時候去擠它 會擠出像牙膏 或者是像粉刺狀的東西 擠完它就消失了 但是一個月不理它 它又慢慢的 又擠又有東西 這種 我們就要小心 它是不是一個粉瘤 通常這種時期會維持很久 因為每天擠 每天擠 之後它會就消失了 但是又長出來 所以粉瘤呢 有這種特色 其實它並不是因為擠會消失 它要手術才會消失 粉瘤的話呢 它其實只有一種治療的方式 手術算是根治它的唯一方式 可以把它一整個 連同它的囊把它拿掉 那如果用非手術的方式呢 一般就是做一些擠這樣子的動作 擠的話呢 要注意有一些粉瘤它沒有開口 所以擠的時候呢 因為外力擠壓太大力的時候呢 然後把它擠破 如果破掉之後 裡面的內容物就是一些角質 這些東西呢 釋放出來 接觸到我們的組織的話 就會引起所謂發炎反應 所以粉瘤最好還是不要輕易擠它 特別是沒有開口的 硬擠會很慘 它手術的方式呢 就是我們在有開口的粉瘤 要連同這個開口 這條管道的本身 因為這條管道是連接這顆粉瘤 跟皮膚表面的一個管道 所以一擠才會從裡面擠出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要連同這個管道 包括這一顆完整的一個囊 包覆的它的囊 一起把它拿掉 那我們一般在局部麻醉下進行 這個手術呢 我們這邊非常的常做 每一天都有的一個手術 開掉了之後 在這個部位呢 就不會再長了 像這個案例呢 那它是在臉頰 我們放大來看呢 它是一個凸起來的樣子 而且表面有一點紅紅的 表面的紅呢 就意味著它有一點輕微的發炎 皮膚的良性腫瘤 其實有很多種 最常見的就是脂肪瘤跟粉瘤 那脂肪瘤跟粉瘤呢 它的分別 這是其中一項 就是脂肪瘤通常比較不會發炎 因為它鎖在位置比較深 而且它的成分呢 是脂肪比較不會發炎 那這個粉瘤因為它比較淺 而且是一個很薄的囊 把它包住 有時候會發炎 所以會有點紅紅的 那像這一種粉瘤呢 我們就是在這邊 打一點局部的麻藥之後呢 把它整個切掉 這就是我們切掉 把它取出來的照片 或許有點噁心 但是常看我們就覺得還好 你看我們這個手術呢 特色就是其實不太流血 這一顆白白的 這就是粉瘤 我們要很完整的 把這個膠拿出來 如果這個膠沒有拿乾淨 它存留在皮膚裡面 會繼續長 所以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單靠用擠壓的方式 沒有辦法把粉瘤給根治 一般的一個皮膚的手術 因為有化開皮膚 所以至少都會有一條淡淡的痕跡 那這一道痕跡呢 在臉上跟在身體四肢 還是不同的 在臉上這一道痕跡 通常經過三個月到半年 可以淡到幾乎看不見 因為我們封合的技術 我們封線選的線呢 是所謂的美容線 所以在臉上幾乎是 可以說不會流流濃痕跡 但在身上的話呢 就是一條淡淡白色的 這是在沒有發炎的情況 如果有發炎 那看它發炎的程度 有些還有破掉還有流濃的 這種就會引起一些 不等程度的疤痕組織 有可能之後會突出來啊 這個都有機會 像這一個是在胸口的一個粉瘤 你看這個傷口 它本身呢就是一個很乾淨的傷口 因為沒有這些粉瘤產生的一些發炎反應 因為通常粉瘤 開始發炎之後 就會有一些細菌感染 那傷口通常不會這麼漂亮 那最後就把它縫合起來 這個傷口就會非常完整跟漂亮 網路上有蠻多種影片的 我也都有看過 那的確是相當的療癒 我有看過兩種 一種是有一顆突起的 一直擠一直擠 都有很多東西跑出來 很像火山爆防 這種的就是屬於電信的粉瘤 那能不能自己擠它呢 要看擠的這個力道 但記得喔 擠壓並不會根治 擠壓時是把粉瘤的內容物擠掉 但包覆的那個囊其實還在的 那另外一種是 一個表面上有很多黑黑的一點一點 擠的每一顆都有東西跑出來 這個叫做黑頭粉刺 黑頭粉刺擠就比較沒有關係 過一段時間它又會再長出來 粉瘤跟脂肪瘤它的區別又在哪裡 脂肪瘤跟粉瘤呢 是兩大常見的皮膚腫瘤 那什麼區別呢粉瘤通常淺一點點 表面上可以看得到它的包囊的顏色 有些有點白白的 有些有點黑黑的 就是會有稍微的變色 另外的話粉瘤有機會有一個開口 如果看到有一個開口 甚至擠又會跑一些東西出來 像牙膏狀的粉刺狀的東西出來 那一定是粉瘤 粉瘤又叫做表皮囊腫 它是在表皮的一個腫瘤 所以比較淺 那脂肪瘤它是在比較深層的脂肪組織 所以通常脂肪瘤它就比較深 你很難看出它的顏色 但表面上會看得到凸起 它凸起的程度也會比較平緩一點 就是慢慢的上升慢慢的下降這樣子 通常脂肪瘤可以養到很大 所以很大顆很大顆的 通常是脂肪瘤 以良性腫瘤而言 粉瘤就比較小 脂肪瘤的話呢 因為它是來自脂肪組織 所以摸起來比較軟一點點 而且摸它是會滑滑的感覺 好像在滑動的感覺 那粉瘤的話 如果有開口的 代表它跟表皮是黏在一起 所以摸起來比較不會滑動 而且摸起來稍微會硬一點點 這種就是一個簡單的區別 請醫師教教我們就是看 有沒有什麼方法是可以避免 粉瘤的生成 粉瘤的生長 有時候跟吃太油的食物會有點關係 因為吃的油皮脂腺分泌的多 有時候又造成阻塞 或者是這些角質的產生會比較多 所以應該避免吃太油的食物 這是從飲食上 那如果從清潔上呢 就是必須要注意清潔 但是清潔也不能過度 就是維持每天的一個正常的洗臉 也比較不會產生這些粉瘤啦粉瘤 還有就是 平常其實要多去注意身體的一些變化 做完手術的切除之後 需要多久的困 手術的恢復在腫瘤切除的手術裡面 都是差不多的 在臉上呢大約需要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在身體的話呢 大概需要兩個禮拜的時間回復 那這個回復呢包括兩個事情 第一個是要回來拆線 第二個傷口已經長好了 所以包括一些不碰水 這個事情需要兩個禮拜的時間 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按喜歡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